本港星期四新增8,023宗本地感染 164宗输入个案 确诊数字连升两天 医管局情报多6人死亡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中秋假期之后至今 确诊数字稍有回升 预计中秋假期期间感染的个案 这几天才会浮现 尤华虽然污水监测 和即时繁殖率等等监测指标有所下跌 形容数字上比较乐观 但仍然需要观察多一至两个星期 才可以分析到明确趋势 我们现时认为新冠仍然较流感严重 医管局前行政总裁梁柏妍早前表示 新一波疫情死亡率由5月起 已经下降到0.0098% 与流感死亡率相弱 欧教榮说5月后死亡数字下降 是由于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 包括提升疫苗接种率 软射防感染措施等等 因此不能以这个数字作比较 由今年初第五波疫苗疫情爆发至今 香港确诊病例的总数是接近157万 超过9500人死亡 平均的病死率大约是0.6% 以这个百分比和历年季节性流感的平均死亡率 百分之0.1作比较是一个最恰当 或者有一定的比较性的一个数据 其实我们现在是说两种不同的疾病 只是流感来说 所谓百分之0.1的病死率或者死亡率 其实都不是我们不可以 就这么看单一个流感轨切 或者单一种的流感病毒去看死亡率的 其实所谓百分之0.1 在国际间其实都是一个平均的数值 同日学校呈报1064宗个案 因为爆疫要全校停货的沙田郑雲之中学 呈报多一宗个案累计54宗 博外医院内科及老人科病房 早前一个病人确诊 经追踪再发现多3个男病人染疫 需要隔离治疗